新鲜的当地食材 用健康的那种做法去做出来 让家人喜欢吃 也可以促进当地农夫 他们那些的经济收入 新食馆是走西式餐点 哥哥负责面饭类 妹妹主打是烘焙类 餐点是多样美味 首先介绍百香果清卤肉蛋糕 特别之处就是采用 普里特产百香果 民众吃了是赞不绝口 我点的是百香果清卤肉 很绵密 很香 吃我会觉得水水的 也会觉得它用料很实在 特色就是我们 普里特产的百香果 然后去做果肉分离 然后那个百香果 制成的百香果蛋糕 普里特产虽然不靠海 但店家在食用海产类 都是当天到市场 挑选最新鲜的食材 像是粉红酱海鲜炖食 美味度民众一定能感觉到 今天点了一个海鲜饭 非常的清甜 海鲜非常的新鲜 好吃 材料我们都是每天早上去市场 去挑选的 所以就是每天都是最新鲜的 然后卖完是没有的 走进店内 烘焙的产品是琳琅满目 令人印象深刻 原来女主人在大学时是专攻餐饮系 这也让她在创业时可以好好发挥所长 大学是我多的是餐饮系 那我本身就对甜点那一方面很有兴趣 既然你主人是专攻餐饮 想必她对餐点一定有独特之处 像披萨表皮改变做法之后 再加入在地食材 颠覆了我们对披萨的印象 本身就是很喜欢吃披萨的一个人 那我们之前在卖场买到他们的冷冻披萨 来回家自己烤来吃的时候 就会发现他们大部分的饼皮 就会有点硬 我就想说那我们就自己擀披萨 然后加一些新鲜的食材 然后用当地的一些菇啊蔬菜啊 加进去做成食蔬披萨 红豆汤大家一定很熟悉 但若加上紫米之后 就变成一道健康料理 这就是年轻人所拥有的创意感 红豆紫米甜汤这部分在布里 我是好像没有看过啦 然后我在外地也是很少吃到 然后我本身也喜欢紫米 那我就把红豆加在一起 刚好女生可以滋养身体这样 面对社会经济不景气 但这兄妹党依然投入创业行列 是勇气来自于他们从小共同的梦想 如今终于实现了 这让他们是更加珍惜着得来不易的成果 我们家以前也是开一间餐店 从小就因为家里关系 我哥我哥哥就是对餐饮这方面都很有兴趣 就想开店 我觉得是很木软 就是想说要自己也要整个一番事业 然后开一间店这样子 兄妹也坦诚 反向创业其过程曾考虑了很多 但想到可以多陪父母亲 于是有一股很大的决心及毅力 即使行销的举止令人感动 想说我们在外面工作的话 让我们回来的时间 可能见到陪爸爸妈妈的时间不多 所以就干脆直接回来谱底开店 那陪爸爸妈妈的时间 就是想对了可以算是每天都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